中国女篮开局0比7落后 巴西队疯狂的庆祝 然而仅仅过了几分钟 巴西队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原来中国女篮的李孟接班人横空出事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场比赛是中国女篮对战巴西队的比赛 中国队今天开局打得非常的差 0比7落后第一节打了将近三分钟 中国女篮目前是一分未得 给第一位 中国队来一个高地位好球 韩徐在篮下终于得分了 这也是本来比赛中国女篮的第一个进球 今天一上来 巴西队给中国队制造的麻烦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他们外线的投射 三分球非常的准 米歇尔给到托雷斯 托雷斯上篮命中 来看中国队的这次进攻 韩徐手的手传给了张静一 张静一拿球先观察一下 回给了李双辉 球带掉进去 还是找韩徐 韩徐传出来 漂亮 唐智廷的上篮 是一裁判打手犯规 但是裁判并没有吹 总队目前场上的阵容 有韩徐 唐智廷 张静一 贾赛齐 以及李双飞 话音刚落 巴西队又得分了 还是来自于中远距离的投篮 12比4 总队仍然落后的八分球 我们如果在第一阶的时候 不能打开的话 第二阶的话将会非常的被动 一上来在节奏上 可以说完全被对方给压制住 篮板球冲抢 关键的一个前场篮板球 总队现在需要破局 在外线投不开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先尝试着 去打韩徐这个点 然后再想办法 把我们的三分球给投开 我们得换上刘一桶 让韩徐换下去 先休息一下 张静一来发前张底线球 张静一 底角三分命中 漂亮 不愧是李梦的接班人 这个三分投得非常的硬气 好球 把一阶进攻出现失误 又是张静一 率先把球断下来 中距离 造了犯规 来看张静一的罚球 张静一来到怀者线 第一罚稳稳的命中 韩徐下局之后 中央队内线 现在换上的是刘一桶 这个阵容 特别考验中央队的后场 那就是张静一 他的表现 如果他的三分 接下来能够投开的话 第一节我们 还是能够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12比9 现在追到只剩三分 中央队提成防守 华锡队进攻再次出现失误 唐志廷空切上篮 中央队再次造了犯规 这两回合我们进攻打得非常明确 大家看唐志廷的罚球 唐志廷现在站上了华锡线上 第一个罚球 弹了出来 唐志廷做了调整 来看他的第二个罚球 第二罚也没有罚进 唐志廷还是略显紧张 没有关系 中央队还是要把防守给做好 刚才这两次防守 做的都是非常漂亮 让巴西里的进攻 接二连三都出现失误 米歇尔把球传出来 史密斯拿球 进行了一个反跑 然后再做掩护 然后再做掩护 中央队防得不错 篮板球 加赛奇没有拿到 吐到禁区 中央队丢了篮板球 这个篮板球丢的确实 比应该呀刘宜彤 注意力被吸引之后呢 唐志廷应该把这个篮板球给控制下来了 来看这次进攻 张静一 这是一个机会呀 白队大转换 球传大了 出现了失误 来看中央队的这次进攻 李双飞 带球过了半场 吐同代要球 张静一 先观察一下 这张静一 张静一带球突破 再次造了巴西队的犯规 张静一今天出手了两次三分球 命中了一个 出手的次数还是有点低 重新发边线球 李双飞 一边攻击一边观察 激进跳投 室远远反应很快 中队抢下进攻篮板球 张静一抬手再投 漂亮 又是张静一 比分来到了14比12 中队落后的两分 上线 挂一个掩护 张静一 防得非常不错 脚步很扎实 巴西队外线 再次投进三分了 今天他们的三分球有一缩一 确实投得比较准 中队还是需要张静一来回应啊 一旁边拿球 张静一从右侧跑到了左侧 唐静婷 翻身跳投 好球 巴西队后场球发得非常的快 而且呢 这种长传球也比较多 那一旦中队这一道阵容 没有及时退回来 对方很有可能会利用我们退防比较慢 形成局部的多打扫的情况 这一点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底线球 这破坏掉了巴西队的传球 但是球权还在巴西队这边 米歇尔 球发的外围 米方会判断的非常准确 也很积极 但是这个球呢 欠缺一些运气 从这在第一节后半段 给巴西队的防守的压力 给的非常的大 米方会去掏球 漂亮 我得防的非常成功啊 现在的防守的强度 完全提升起来了 来看中队的这次进攻 有一同低位拿球 横向转移给张静怡 张静怡假动作突进来 没有空间 突然给低位留一头 回头来一下 抢起 照反规 开板几时向上 这就是刘宜彤的一个打法 篮下三名巴西队的球员 去防刘宜彤 他根本防不住 刘宜彤站上防律线 从对后场换上了 宋科新 我们先来看刘宜彤的罚球 如果刘宜彤两罚全中 中队将分场缩小到一分 那接下来 在第一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会在比分上形成反超 没同罚球精准的命中 两个罚进去了 一个 把一队快速的发了后掌球 他们的打球风格还是比较快的 转身 空切的队友 这也是他们本战比赛 使用最多的一个进攻战术 第一节还有最后的两分钟 看中队这次进攻 虽然要给地位 有一同助攻张静一 漂亮 一剑风吼 张静一第一节是投进了三个三分了 吹了中队防守犯规 这次犯规吹在了刘宜彤的身上 刘宜彤跟对方要位的时候 动作应该有点偏大 今天第一节截止招目前张静一的三分球是四投三中 再补 中央的后两球 把一队争抢篮板球犯规 18比19 一分的分差 刘宜彤再次战伤发去线上 第一节巴西队的犯规已经犯满了 这对中队来说呢 非常有利 敌伐命中 队长再伐 伐进去之后呢 中队反超比分 20比19 这次本场比赛 第一次在比分场领先对手 漂亮 把一队发后两球 出现失误了 中队又抓住机会 迅速的打进了一个进球 又出现失误了 巴西队 球过半场 接二连三的出现失误 当然是张静一抢端之后 精准的给到了松克新 第一节最后的一分钟 给低位留一筒 回头往里打 给了中队的进攻犯规 最后回合 还是先把防守给做好 就给低位 横向转移 注意对方 中队的翘头投进了 第一节巴西队的投射效率 非常高 最后40秒 我先 那就摆脱 张静一反跑 倒地了 差一点出现失误 第一反 第一反打得很强硬 再次造成了巴西队的犯规 我得第一节站上法西线 造机会 找的也非常不错 我们也是利用了巴西队第一节 犯规比较多 最后25秒钟 得重新换上韩旭 换下了刘异童 第一反 第一反 第一反面中 第一反调整 第二反也进 24比21 从开场一上来落后7分 到现在领先的巴西队3分 韩旭 保下了篮板球 第一节中队的最后一次进攻 注意进攻时间 突破上篮 不做 篮板球中队没有拿到 第一节比赛结束 中队终于在第一节比赛结束之后 在比分上领先了巴西队 张静一 不愧是李梦的接班人 第一节三文球 堪称百发百中 中队人 中队的人 中队人